四連敗的富邦勇士 交手二連勝的新北玉龍 想要在新的一年開始前擺脫隨韻 開賽楊正 而Baron積極表現 除了有中距離跳投 距離拉到三分外線也是沒問題 既然提到Baron 怎能忘了林貝連線 逆個要角林書伟呢 首級重要前標準高難度的Bother Beater 富邦以19比12暫時領先 開賽收乾了明明的玉龍 直到第二節才找到準心 先是潘冠翰 崔國珍輪流開砲 接著胡凱翔也來加入這波外線攻勢 當然 降到三分球 南柏射手呂正如也要來湊一腳 玉龍上半場以後投機五技三分蛋 成功追到三十二比三十二平手 而且一籃過後 恐龍大軍繼續維持外線火候 左輪醜槍柯明豪連扣扳擊 一下三分外線 一下快攻上籃 但要拚外線 號稱KD的趙宇林也不會輸 兩隊就這樣一來一往 富邦又在林書伟的壓哨上籃後 取得四分領先 只是這一點差距 一下子就被對手追過去 呂正如末節三分 助攻樣樣來 可惜關鍵時刻海綿寶寶四伐不進 分數一直無法拉開來 不過沒關係 球給南某就對了 關鍵時刻投進三分球 全場貢獻十七分八籃板 尤其以四季三分外線更是關鍵 加上柯明豪成功手下對手最後一擊 最終玉龍是以七十五比七十二贏球 送給富邦誤連敗 我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鉄道 豪 二十五 一